王师傅介绍 当时他在操作机器 把剪刀上的毛刺拔掉 手指不小心受伤了 他住院了25天 医院诊断为 左中指墨结软组织缺损 左环指加床挫裂伤 目前王师傅刚出院不久 左手两个手指还缠着纱布 药费目前是24000多 这个钱谁出的 老板出的 那你打电话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我回来养生期间 他的女儿 我到办公室去跟他讲 讲是身体勾伤 他帮我骂一顿 骂一顿 为什么要骂一顿 他说不能身体勾伤 有保险吗 有老板我们自己交的 298块钱的保险 每个月都扣200多 不是 它是半年 298 每个软工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是个什么保险 我不知道 王师傅说 劳动合同在厂里面 他手里没有 厂门口的大伯 不让王师傅和记者进去 王师傅拨通了厂里一位 王经理的电话 你等一下 我在行中办事情 你稍微等一下 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你王经理 我是188黄建的记者 怎么说 他这个怎么受伤的 受伤的是上班的时候受伤的 他说 目前你们对他态度不好 态度怎么说呢 也没有怎么样 他说那个 他要申请工商 你们不让申请啊 申请工商不是不让申请 就是我们 我们要就是那个叫什么 他因为只叫了那个意外保险 我们给他意外保险的工商已经申请了 那有的赔吗 意外保险的 意外保险的那个 他就是赔那个医疗保险呀 就是半年扣298 他们自己买保险 这个意思吧 这个保险保险保险是298 是他们自己出的钱是吧 自己出还是谁做我就不清楚了 王经理介绍 他在杭州一时过不来 但是王师傅完全可以安心养伤 务工费 什么那个什么护理费 都要给的 包括我们 他在住院之间我们也去的 跟他说找个护工 找个护工一百五一天 但是他那边护工的只有一个女的 但是他都不方便 那他只有那只有不找了 护工是把他这找好了 那他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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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势还能上班吗 当时医生是建议他休息一个月以后啊 哦 那消息期间的这个工资会给他的了 这种肯定会给 这种这种这种不会少的 至于王师傅反映的老板说话态度不好 王经理也进行了解释 老板事情比较多 他没有现在声音也不太好 心情也不太好 就是大概说话 口气动了一点 但也没有说脏话说什么的 那反正是你上班的时候上次受伤 他们是也不说不管你 就好了呀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对啊 其实他不用担心 说句实话 我们打工的也是一样的 比老板说几句 说得很正常的 王经理一番话 让王师傅安心了不少 记者刚打算告辞 警车赶到了现场 什么警察 我没报警 本来 哎王经理 我们好好的在门口采访 谁报的警啊 我不知道呀 我也不清楚 我都问你 你什么事情啊 德青洛社派出所的民警 带着辅警赶到了现场 但报警人没露面 派出所民警到场后 没有找到报警人 现场也没有发生什么 记者建议到场里去 把情况了解清楚 民警到场后 厂里的门位 没办法再把王师傅 拦在外面 一行人到了厂里 等了一阵 老板娘赶来了 是您报的警吗 是我 因为就是我在外面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 说那个有人 在我们厂区 拿个东西在拍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我直接就说 那我让警察先过来 帮我看一下 劳动合同显示 王师傅的岗位是普工 合同期 从2月10号到8月10号 工资约定是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王师傅介绍 合同半年以前 自己实际每个月到手六七千元 在机器的时候 它是不能脱港的 然后它因为脱了港 把我们的模具给压坏了 所以它的岗位 就不能做了 得去那模具去维修嘛 所以的话 才导致了 它那个 你把里面证人 安排到去别的岗位区上 拔紧到那里头 对对对 因为这是临时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那么多工人 做了那么多时间都没事 它就出了 就几个小时的事情 然后的话 说话 这个我是清早 就到楼上的 这个里面都有证人 它都有车间管理的 说话 监控有吗 车间监控有吗 车间监控的话 直接被他们拔掉了 你知道吗 我也所以那个东西 谁拔掉了 老板娘出示的微信对话显示 6月26号上午10点多 一位微信名为 料事如审的公有反应 早上忙师傅开了机器 就去泡茶了 放料的卡住了 过去关的时候都打毛了 磨了下装上去 打几下就坏了 掉了一大块 现场 这位料事如神也被叫来了 这个它早上开了 然后去泡了 泡那个 开水回来的磨 磨就坏了 坏了 那那个磨机坏 跟它有关系吗 它脱走了吗 就是 这个小孩过毛病 后来要这么患的 你那时候是它机器开的过程中 它自己跑去泡茶下来 然后就打击自己坏了 我看见了就 机器坏了 对 是开关坏了 开关坏了 跟它这个离开有关系吗 关系嘛 也不是有 肯定有一点 如果它到那里 直接开了 毛病小一点 就是 开关坏了 那后来你们也没看到 它 什么时候 到另外一个机器去 我们具体没看见 老板娘介绍 当天上午 王师傅脱港去泡茶 导致他操作的机器出了问题 之后安排他 去操作给剪刀 拔毛刺的机器 也不知怎么回事 手指受了伤 车间的监控电源插头 也不知道被谁拔掉了 记得提议到车间去看看 老板娘没同意 他说我态度不好 白天 我心里都不会怎么讲话 那到底谁骂你的 这老婆娘 天地良心 我骂过你吗 你讲那个话 我是谁骂共商 我是不是这么跟你讲的 你老体气还不好的 我嗓门就 就那么 嗓门大 对我嗓门大 我本来就是比较 风风火火的女的 我性格就 我不是针对她 我对每个人说话 我就是嗓门大 老板娘说 自己本来嗓门就大 王师傅跑过来 说要申请工商 她当时正忙着 所以说话嗓门大了一点 但绝对没有骂人 你受伤到现在 包括她入院 出院 然后中间我派三个 车阶负责人去探望她 包括所有的医疗费用 甚至包括她自己 在医院抽的烟 她都是找我报销的 几包 就几包我老婆去 看三十 不管几包 有没有这个事情 你自己说 我问你 那个 就是 当时的时候 王经理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如果我们败款钱 他们要回去了 这个都是 上面都有 你可以拍 不是 你500块钱要回去 什么意思 不知道 不是 因为他说他没有钱 然后的话 所以就是 刚刚去医院比较急 我父子 把他送过去的同事 就借了500千 会捐给他 他跟我同事要钱 没有道理 要钱也找我要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他把钱还给人家 不是天经地义 他不是同事 他那个是 这里的负责人 王经理是我们常的负责人 老板娘的说法是 王经理没有义务 给王师傅钱 王师傅要钱就该来找他 他连买烟的钱都肯报 那王师傅反映的 每半年得自己交298元买保险 又是怎么回事呢 298元就保险自付的部分 自付的部分 而且不然如果保险 怎么可能只有2009元 医保自付的部分 不是医保 就那个亿万险 他自付的部分 亿万险也要他自己出钱吗 我们公司是规定 买一年我返回 他才来了四个月 他二月份录制的 还没有买一年 可以返回的是吗 就可以返回 他买一年就可以返回 没有说不管他 没有 该给的务工费啊 什么之类还是会给的 是的呀 因为他都没拆线 他医疗都没结束 我怎么给他结算费用呢 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吗 他都没有拆线 他以后还是能够 继续在这里上班的楼 只要他想啊 那他如果没有违反 规章制度 然后他只正 就说你因为这个事情 也不会咱们给他穿小鞋 我怎么给他 我们都寄贱的 算多少 我不会说就给他安排 老板娘的意思是 常理会对王师傅的手指 负责到底 当然 如果王师傅 一定要去申请工伤 也是可以的 王师傅表示 等一个月后 看手指愈合情况 再决定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